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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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慢点 孝季 回来了 爹 孩儿回来了 挺精神 爹 孩儿不孝 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行了 外边怎么乱能平安回来 这就是托了祖宗的福 去祠堂吧 给祖宗上煮香 是 爹 四少爷还没吃饭呢吧 我让向人准备一下 我在外面儿已经吃过了 老爷 都站在园地别动 我是奉命来搜查共党分子的 这宣家怎么会出来共党呢 快走 走 园地别动 好 干吧 不 好 好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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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 茗玉 那 跟四哥说实话 你四嫂去哪儿了 不是说跟二嫂出去了吗 那怎么二哥说不知道呢 有点声 那些人还没走远呢 说 实话告诉你吧 二嫂跟四嫂 送一个人出去了 谁呀 就是他们要找的共产党 万成军 万成军 你小声点 就是这样了 既然宣家 跟你李家的密门案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宣家 起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知道了 是万先生点醒了我 他说我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是我有登楼读书的权利 这么做 是追求平权 追求自由的表达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就这么做 你快点 你真不可能 我可以找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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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你不是说你吃过饭了吗 你怎么还这吃香啊 家里的饭菜香嘛 这你都不懂 四哥 你说你在外边这么长时间 你不打电话也不写信的 你在忙什么呀 你四哥能忙些什么 做生意呗 你做什么生意啊 有机会也带妹妹我去开开眼吧 你四哥 只要挣钱的生意我都做 像什么上海啊 北京啊 天津啊 最远 你四哥都去过哈尔滨 四哥 你真了不起 难怪四嫂说你会改变自己 成为更有担当的男人呢 她果然没说错 碧云 特别人 你还没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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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他 四弟 二嫂 你回来了 好久不见 我正要找你呢 听芈月说 你和碧云去送万成军了 她人呢 碧云说她想买些东西 所以上街了 她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要去找她 瞧把你急的 说今天台风会登陆 这会下大雨 对了 那个万成军送出去了 送出去了 丁丹萍 你长 长本事了是吧 爷 哪儿去 上哪儿去你 二哥你干什么 你每天不勾三打死你 难受是吧 你知不知道性骂的 跟爷有仇 你还帮她 是你跟爷有仇啊 薛老二 你干什么呢 这个万成军 是帮我查梅茶叶和贾古董的 要算账冲我来啊 你知不知道这俩女 又毁了咱们全家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行了 老四 这老二打他呀 算是亲的 这坏了谁呀 都得打 老四 现在这件事严重了 他们抓不到万成军 认定是咱们宣家放跑的人 不给政府一个交代 这事儿 宣家躲不过去了 那也不能死罪便便打人哪 二嫂 没事吧 没事 你先回屋 我好好带爷爷一会儿收人 老四 老四我告诉你 放走万成军的主萌 就是你们家沈眉云 宣家要是有什么事儿 你对得起祖宗吗 老四 这件事你别太上火 爹他老人家还扛得过去 是啊 老四 现在家里人啊 都扛着说没见过万成军呢 但是这保不齐 万一谁说漏嘴吧 这到时候 能不能保住你们家沈碧云 那还真难说啊 行了行了 咱在这儿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天 这人家也不当回事儿啊 走 怎么会这样 四哥我就问你一句话 如果你在家的话 你会帮万先生吗 当然会帮 我只是不想 让沈碧云掺了进来 得赶快找到她 吴先生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我也该走了 不 这不是你的命 离开江南 离开宣家重新生活 才是你的命 我也曾想过离开 可是我不能 就算我放下心中所有的仇恨 但是我总要查清楚 到底谁才是我李家的仇人 更何况 我是一个读书人 我还没有了结心愿 岂能轻易离开呢 可是如果你继续留在宣家追查下去 我怕你根本等不到 找到仇人了结心愿的那一天 碧云最不怕的 就是死 碧云 我决定留下来 你要留下来 我要帮你 帮你登上书楼完成心愿 我要帮你 帮你找到仇人 放下仇恨 去四里避一避吧 快 什么 到现在还没有等到 不是 我说你们这些警察 是怎么办事的 这杭州城能有多大 能找一个人有那么难吗 我告诉你们啊 这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家沈碧云要 喂 喂 喂 四哥怎么样了 找到了吗 一把饭头 去四嫂家的人已经回来了 说四嫂家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而且四嫂人也不在家里 四哥 您说四嫂会不会被那些人抓走了 乌鸦嘴 你就不能盼她点好啊 那怎么办嘛四哥 不行 二嫂一定知道什么 我得去找她 你等等我 有了火 就不会那么冷啊 这雨怎么还不停啊 二嫂 二嫂 你在屋吗 二嫂 进来吧 孝孝 孝季 敏玥 你们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二嫂 二哥呢 他出去了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二嫂 我知道 你一定知道沈碧云在哪里 你就告诉我吧 你看 这外面马上就要刮台风了 而且国民党特务 正到处找她呢 如果我不把她带回来 她会很危险呢 二嫂 你快说呀 不是我不愿意跟你们说 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什么意思啊 四嫂不是跟你一块出去的吗 二嫂 不管沈碧云在哪里 跟什么人在一起都没关系 我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你就告诉我吧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碧云去见吴先生 是为了救万成军 约在鲍恩寺见面 只是想把事情说清楚 孝季 你要相信碧云 她跟吴时是清白的 吴先生回来了 这 四嫂 这么晚没回来 就是去见吴先生啊 敏玥 你听二嫂说 我不听 他们怎么能这样的 敏玥 四哥 好 师父 快点 再开快一点 好 孙孙 你别着急啊 再开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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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再开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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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姐 敏玥 敏玥 四少爷 你们千万别误会 啊 傑小姐 四哥 四哥 齐先生 别打了 谢小姐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别打了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啊 别打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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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小剑 别打了 别打了 这全是让你知道 你侮辱我可以 但你不许侮辱秘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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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回来以后向我朋友借的 离开家这段时间 我发火车 我发火车 常常为了一顿粉 被人拿得逼青脸肿 我一个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的人 能去做什么大生意 能去追查什么杀害三嫂的凶手 我以为你会离开家里 我能改变我自己 可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 什么都不会的学家少爷 你说做了没有 没有 我做这一切 就是希望你能多看我一眼 我想让你知道 我宣孝季不是个窝囊废 我愿意为了你做一切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可我做这一切 是因为我爱你 我这次回来 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宣孝季爱的是你沈碧云 其他的一切我都可以不管 我在这里可以对天盟事 今后无论遇到什么 我都会跟沈碧云在一起 陪你共同面对 我都会跟沈碧云 合成有点 冠状 你也有点 老人 无人 有点 大夫 怎么样 他只是偶感风寒并不大碍 吃点药就会好的 好 多谢多谢 你看 外边下着雨 您老路上慢点 送一下 是 碧云 我去见爹 向他承认离开家这些天 我一事无成 你休息吧 等一下 四少爷 你心里还是怪我 没错 你是应该怪我 我也经常反思自己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宣家 甚至跟你比起来 我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欺骗别人 其实自己也得不到快乐 所以从今往后 我不想再欺骗你了 我也会这么做的 谢谢四少爷 昨天的事 是我错怪你了 我现在就去向爹承认 我学校计 还是原来的样子 没有本事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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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无声的力量 让我远远 早点要回来 那我去了 那我去了 这下午 你注意 这下午 我应该会让你 说 回事 整理 你 我 你来干什么 我听说四少爷请了大夫 猜想可能是四少奶奶病了 所以过来看看 你当沈碧云是你什么人 你想看就看 四哥 你们在干什么呢 这都是怎么了 不会是在打架吧 大嫂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在打架了 是啊 大少奶奶 我跟四少爷正在争论 是该死的天气的 是吗 我可听下人说 这昨天夜里四少爷和敏玥 可是冒着大雨去接的你和沈碧云 这回来的时候啊 各个灵得跟落汤鸡一样 我说今天怎么脸色不对呢 哦 对了 老四 在哪儿接的呀 不会是野树灵吧 大嫂 你积点口得不你 行行行 我不说了 就当你们是在谈论天气好了 对了 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弟说一声 说这沈碧云啊 人好好的 没生病 就是想赖床 那我先走了 这该死的天气还下个没完呢 吴先生 昨天晚上是敏玥太不冷静了 敏玥不该那样 向你道歉 敏玥 昨天晚上的事情 你最该道歉的人 不是我 是你四嫂 敏玥 昨天夜里的事谁也不许说 让他们搅去 四少爷 我 有几句话跟你说 跟我来吧 还真谈你要不拿自己当外人 说吧 什么事 吴师这次来宣家 等等等等 打住 你赖在宣家继续著书的事 大家都知道 吴师小说 我来宣家是为了碧云 姓吴的 姓吴的 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我爹当你是个人物 沈碧云他敬你几分 你就了不起 你揍手 我揪不揪 揪个莽夫 再说一次 你信不信我现在 就打得你满地着牙 薛小继 薛四少爷 你根本就不了解碧云 他的痛他的苦你知道吗 你一无所知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爱他 你想说什么 碧云 你也没问你 那是说不到了 你不不嫁 是说不过 你不不嫁 那是 你不嫁 知道 你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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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三位 四嫂 好些了吗 昨晚 明月不该那样 对你跟吴先生的 四嫂不怪你 是四嫂的错 你心地善良 漂亮单纯 一定会得到 吴先生的爱慕的 明月已经不想那些了 明月虽为宣家大小姐 但也只是井底之蛙 傻姑娘 你跟吴先生很般配 男才女貌 门当户对 但 但吴先生并不喜欢明月 也不喜欢宣家 明月要是真的喜欢吴先生 就要设法走到她的心里 哪怕是要绕一个圈 明月做不到 来 四嫂告诉你一个办法 登上宣家的书楼 清灯相伴 古书作陪 在顾墨中 追寻逝去的年华 碧云 真有这样的心愿 是 碧云不甘庸落 敢于挑战宣家的 成规漏据 是天下少有的棋女子 可是我们宣家祖宣 代不分书 书不出格 更是禁女子 登楼月书 这书 既不能出 人又不能禁 我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帮她了了此愿 你若认怂的话 我就要留下来帮她 我 算了 就当我 什么都没有说过吧 爹 我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 行了 万诚君的事还没了呢 还有功夫编排这些个 无气八糟的事 我没有瞎编排 以后这种事你就烂在肚子里 爹 芈月来了 太太 来来来 爹 太太 芈月 芈月想嫁人 嫁人 你这冷不丁的 想嫁给谁呀 芈月想嫁给 我 行 屋 宝费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您坐 来来来 爹 坐 正好啊 我也是想找您说的 说 前段时间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一事无成 你以为为父不知道啊 知子莫若父 能说出来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了 行了 今天不说你的事 吴先生 老夫今天来啊 特意想跟你谈一谈你和芈月的婚事 薛老爷 吴氏跟芈月的事情不是已经 吴先生 我那个妹妹啊 虽然调皮任性 可对你却是一榜情深 我相信 四少爷别说了 吴氏跟芈月小姐的姻缘 也许前世的五百次回眸 也只能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你 吴先生 话最好不要这样讲 你看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肯入赘我们宣家 宣家输楼堆钥匙 我增给你一把 两把 不 宣老爷 吴先生 这可是我们宣家最大的成绩 你就别再推辞了 小季啊 别再逼他了 我知道啊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大 再考虑考虑好吗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这两天下雨 江河湖水暴涨 这西湖的水已经一到街上了 大水已经逼近咱们宣家 你看 这可不得了 召集所有的人 贵之阁 驻霸嵐水 是 二爷 二爷 急得招小的过来这是 二爷用你的时候到了 请二爷吩咐 宣家被大水给困住了 而宣家呢 在惠治阁外修筑了第一案 二爷要你做的就是 把第一案扒开 这 二爷 爹那儿整日整夜都有人看守 恐怕 你不敢 不 二爷 您救过小的的性命 小的也一直在想 该如何报答二爷 只是 只是 小的知道 八堤这种事 根本无法撼动宣家的根本 要做 不 不如就做件大的 做大的 怎么做 比如 杀人 杀人 是 杀 杀能让宣家彻底乱起来的人 你想杀谁 二李子也不知道该杀谁 你是跟宣家人都有仇吗 不 小的 怎么会跟他们有仇 那 你为什么会生出这种念头呢 是 小的 小的只是想 能早点报答二爷的恩情 年轻人啊 你刚才还真把二爷吓了一跳 好吧 二爷就不追究你了 你先这样 先把宣家的第一眼扒开再说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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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爺和呀克洋 这个人将更好 草政 水坚住了吗 我们已经筑起了 两道堤坝坊着了 伸到书楼的水啊 只能靠大家 一桶一桶地往外摇 如果 如果这雨一直这么下 恐怕 好了好了 你身体还发着热呢 就别总跟着着急了 我一直躺在床上 总好过守在堤坝旁的四少爷吧 碧云 你自己好好休息 好好照顾自己 我过去看堤了 现在轮到我负责看堤 别出什么事 四少爷 你每次守堤都是三四个时辰 可是你却只休息一两个时辰 碧云 担心 没事 我扛得住 我扛得住 你变了 变得有责任心了 我要变的地方还多着呢 那也不能让自己太累了 碧云 我是在为你守着书楼 闹错了 闹错了 小心点 四少爷 不好了 四少爷 怎么了 汇齿阁外面的堤垮了 大水都快沿到书楼了 不要 你 你 把 马包 快拿马包 把这个缺口堵上 换一个大的 来 给我 水涨得也太快了 爹 这怎么开个口子了 怎么回事 谁看的地啊 爹 是孝季 你也掌东西 这要是垂满了 宣家的大楼不就毁了 爹 这之前还好好的 是孩儿一时疏忽 你疏忽了 那宣家的书楼呢 你就是罪人 爹 老爷 其实 其实不怪四少爷 怪谁啊 在归籍前 阿栋看见一个黑影 我以为是四少爷 我一喊他他就跑了 他一跑 这爹就溃了 往哪儿跑了 你也掌东西 为非作歹 他这是要毁了宣家的书楼啊 赶紧地想办法啊 碧云 你干什么 你快下来啊 碧云快下来 赶紧地下去救人 下 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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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跟我上去 拿马带给我 快 来了 快 这边 来了 给我一个 拿个马带来 快点 给我 碧云 快跟我上去吧 快 碧云 马带来了 快 碧云 快 碧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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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一個 快點 來 給我 來 四少爺, 碧雲怎麼樣了? 大夫開的方子一點用都沒有 碧雲到現在還是渾身滾燙 那要不四哥, 咱們試試西醫吧 說不定西醫能治死嫂的病 是 明月, 那你趕緊去找醫生吧 宣老爺 爹 爹 他是為了宣家的書樓 才變成了這樣 宣家不能不管他 小鐘 你馬上去找最好的大夫過來 是, 爹 宣老爺 洪水剛剛退却 現在宣家都是淤泥 如果不及時清除的話 很有可能會滋生細菌 請宣老爺 馬上派人清淤 然後撲灑生時會防疫 對的對的 水災之後 必有瘟疫 馬上去帶人 都弄些石灰來 整個院子 都清一下淤 是 等一下 宣老爺 我在國外學過這些事情 讓我跟大少爺一塊去吧 好啊好啊 謝謝吳先生 謝謝謝謝 爹 其實也沒什麼大事 就是那天潰堤的事 潰堤 怎麼了 大哥 找到八堤的人了 交給我 我好好審他 四弟先別急 人沒找到 但是有人看到一個人影 身材還小 好像是個女人 也許是那人看錯了 也許是有人 裝扮成女人的樣子 行了行了行了 先把眼前的事都解決了 我們再來查此事 可以嗎 去吧 是 是 他剛才說什麼 裝扮成女人的人 爹 不會是那個曹婉兒 又浮生了吧 胡說八道 曹婉兒早就與三少爺合葬 寧位也進了祠堂 說活話也不挑個時候 老爺不好了 又出什麼事了 街上有人說 杭州城內出現禍亂 已經死了不少人了 這 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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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什麼可緊張的 爹 他會不會得了禍亂啊 你怎麼能張口胡說呢 小姐 通知下去 把大門鎖漏 從今天起 宣家的人 誰也不許外出 好 孩兒一會兒就去 四哥去吧 明明來照顧四嫂 四嫂 要不我也留下來照顧碧云吧 爹 那我去了 去吧去吧 老爺 你還是先回房休息吧 這兒也不合適待著 是啊爹 要是這沈碧云真得了霍亂 那咱宣家不全被她毀了 大嫂 好 閩月 她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 這畢竟是火亂 這樣吧 這兒留下一個人 其他都回房吧 爹 多一份忌諱 少一份災難 走吧 去吧 去吧 你 走 泥 走 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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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